结婚后,为了女儿,我做了三年的家庭主夫,丈母娘嫌弃我,被地里帮她的女儿相亲,离婚那天,老婆说出了心里话,你就是个废物,全靠我养着。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我的科研成就很快就要公之于世了,我刚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哄睡了女儿小米,高叶就下班到家了,她不耐烦地踢掉了脚上的高跟鞋,贪软在沙发上,重重地地叹了口气,精致的妆容下是难以掩盖的疲惫感。 我隐隐猜到,她今天在公司又被领导批评了,高叶望了望空空如也的桌面。 忍不住大叫道,宋明光,你每天都在家里干什么?我上了一天的班,怎么连一口热壶饭都吃不上? 我慌忙看向小米,还好,睡得正香,于是我捏手捏脚地退出房间,并轻轻关上了婴儿房的门,然后才开口道,老婆,你想吃什么? 我现在马上去买,刚才我哄女儿睡觉,实在是没来得及做饭。 于于说几遍了,高叶不耐烦地回答,手指却在手机屏幕上不断地敲击着,嘴角还时不时地露出一丝笑容,我应声,然后试探性地问道,老婆,你干什么呢?这么开心。 高叶直接将手机屏幕翻扣在了沙发上,仍是不耐烦地开口,工作上的事,你又不懂,赶紧去买菜吧,我都饿死了,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在家待一天,一顿饭都做不出来。 我不敢再多话,立刻披上了外套,赶往农贸市场,这种情况下,若是我再多嘴一句,高叶肯定会直接爆发,免不了又是一顿口舌之争,说来话长,自从女儿小米出生后,我就做起了家庭主夫,因为高叶脾气暴躁,又有些粗心,对待一直哭闹的孩子,更是没有耐心,之前高叶在家里休产假的时候。 一直沉迷于手机斗地主,有好几次我下班回家,小米奶瓶里的奶都是冰凉凉的,后来我和高叶吵架了好几次,他总算是能定时给小米充奶粉了,但更危险的事情又发生了,那天高叶忘记是水温了,充的奶粉也是滚烫滚烫的,等到小米被烫伤的时候,高叶才刚刚发现,后来,我实在是放心不下, 便选择辞职在家,全心全意照顾小米,收入虽然减少,但好在,我还有充足的存款,日子也算是能过得去,买好余后,我突然发现,今天穿错了衣服,口袋里没有足够的现金了。 而我由于之前的工作原因,我也没有经常使用手机的习惯,所以微信里也只有几毛钱,我苦笑着对收音员说了声抱歉,然后退到一边给高叶发去了消息,老婆给我转三十块钱,我忘带钱包了。 很快,高叶发来了一条语音,我点开后,瞬间吸引了周遭人群的目光,什么雨这么贵,我给你的生活费都花完了。 大哥,咱们这是过日子,不是过家家了。 我天天上班容易嘛,不行就退了,我晚上还有饭局,我去蹭一口饭算了。 我连忙打字道,还有一些别的调料,加在一起才三十的,你别出去了,还是吃一点家里的饭菜吧。 两分钟后,高叶给我转来了三十块钱,在收音员异样的眼光下,我尴尬地结账付钱,然后仓皇逃离了现场,等我气喘吁吁地赶回家时,高叶已经走了,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小米的哭泣声。 我叹了口气,连忙先去哄小米,看着衣柜被翻得七零八落的样子,可想而知,高叶发出了多大的动静,也难怪小米会惊醒了。 半小时后,小米的情绪才平复下来,我一边在厨房做宝宝腐蚀,一边一遍遍地给高叶打着电话,倒不是我非要黏着他回家,而是因为他经常参加饭局。 甚至喝酒喝到胃穿孔,他半月前刚住过院,要是今天再没命地喝,保不齐身体,又要跟着遭罪。 突然,我发现我再也打不通高叶的手机了,他应该是把我拉黑了,然后他给我发来了一条消息,别给我打电话了,我今晚不回家了,公司有事。 钱不是给你了吗?你还有什么事? 于是我无奈地回应,知道了,注意安全。 在方才买回来的那条生龙活虎的鱼,现在也已经奄奄一息了。 算了,家里就我一个人,吃鱼也是浪费了,于是我给小米喂完俯饰后。 简单给自己下了一锅面条吃,次日清早,门铃响了,我眯眼看了一眼时间,刚刚六点,这样的时间,肯定不会是高夜回家。 我拖着半梦半醒的身体打开了门,再看到对方后,直接被强制性开机了,是岳母来了,只见岳母提着大包小果的进门,甚至连被褥都带来了。 我一时间有些猛,这是什么情况?要在这里常住吗?还不等我开口,岳母便数落到,明亮啊,你怎么回事? 大清早的救不起床,让你开个门,简直要等上十分钟。 在家不干活怎么行啊?总不能指着我们小夜一个人忙里忙外吧,就算是铁人也会被累死的。 我局促地立在原地,昨天我确实睡得有点晚,因为小米下午睡过觉的缘故,一直熬到了晚上十点才勉强睡着,等小米睡着了,我才有时间去处理厨房没刷的碗筷,还有有些漏水的水龙头。 忙完这些后,我又将地板从头到晚擦了一个遍,毕竟现在小米的抵抗力较差,家里的卫生问题必须要搞好。 等我擦完地板后,已经快要十二点了。 见岳母没有听我解释的打算,我便开始帮着她整理行李,岳母一边收拾一边道, 我来了,你可得好好谢谢我们小叶。 有我在,你也能轻松一点,要不是听小叶说,她忙了一天,回家连一口热壶饭都吃不上,我才不愿意进城里呢,你们家的锅碗瓢盆,我根本都用不惯。 我顿了顿,试图开口解释,可岳母的话密集的就像机关枪,根本不给我插嘴的机会,很快,岳母又掏出了一堆破布。 我原以为是她带来的垃圾,便下意识想帮她扔掉,可岳母却像宝贝似的对我介绍道, 我那之前的旧衣服给小米做了一些尿布,这样你们也能剩下尿布湿的钱啊。 还有这个,她又拿出了一个有些生锈的小铁杯道,这个是当年小叶小时候的奶瓶啊, 你说您现在给孩子买的那种塑料奶瓶,几天摔一个,几天摔一个,一个还挺贵,就不如我的这个铁的实用。 岳母强行塞到了我手里,道,一会赶紧给小米换上,能省一点是一点,小叶现在上班不容易, 你得从源头上节约啊。 岳母也是一片好心,我实在不好意思拒绝,只得先假意答应, 我转头给高叶发去了消息求助道, 老婆,咱妈给小米拿了一堆旧东西,很不卫生, 但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你看看你能不能跟咱妈说说。 上午九点,高叶回复道,我怎么说? 那是我亲妈,我也不能训她吧。 你就将就一下吧,再说了,我妈是我让她去帮你的,你这人怎么不领情啊? 无奈下,我只能趁着岳母出门的时候,偷偷将那堆东西打包扔进仓库里, 次日,高叶难得没有聚会,说是可以回家吃饭,我很高兴, 小米也很高兴,毕竟现在孩子对母亲的依赖性还是很大的, 孩子的童年缺少母亲的陪伴是不完整的。 晚上,我刚欲去超市买菜,岳母却已经穿着打扮好了, 她老人家笑吟吟的,却又有些不耐烦的对我道, 你出去少买点菜吧,我和小叶晚上有事情要出去一趟。 一旁的小米委屈道,爸爸。 妈妈又不回来了吗? 岳母狠狠地瞪了一眼小米,开口道, 黏人黏人,整天就知道找妈妈,你爸不是一直在家陪你吗? 妈妈不出去赚钱,你等着在家喝溪北风啊。 我侧身挡在小米身前,背过手摸了摸女儿的脸, 我一边安抚女儿的情绪,一边挤出了一个笑脸, 道,妈,您和小叶去忙吧,小米交给我来处理。 岳母走后,家里空无一人,我只好带着小米一起去买菜, 走在路上,小米突然咦咦咦咦地叫道, 妈妈,妈妈,我拍了拍她的后背。 安慰道,妈妈出去工作了,爸爸在。 可当我顺着女儿手指的方向望去的时候, 却见一家高档的西餐厅内, 高叶正坐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 款款而谈,岳母和高叶坐在同侧, 另一侧是一个戴着眼睛的斯文男士, 三人有说有笑,似乎很惬意。 我连忙捂住了小米的眼睛, 强迫自己不去多想, 可刚才那一幕, 分明像是在相亲, 晚上九点, 婆婆和高叶准时到家, 他们两个人的脸上不约而同地带着笑意, 我立在卧室门口, 险些将高叶吓了一条, 他一边不耐烦地推开我, 一边道, 你干嘛呀? 大晚上的不睡觉, 怎么? 非得白天在家偷着睡觉啊。 我缓缓地举起了手机, 屏幕上赫然是高叶坐在西餐厅里谈话的照片, 我冷声开口, 这是谁? 高叶顿了顿, 脸上闪过一丝不耐烦的惊慌, 但他很快又恢复了自然, 将笑着道, 我以为是什么呢? 那是我远方家的表哥, 进城来我跟我妈不得请他吃顿饭啊, 真不知道你的脑子里整天在想什么? 你哪家的表哥? 我又问, 高叶明显地不耐烦了起来, 你怎么那么多话? 我是不是干什么事情都要先跟你回报一下啊? 你要是非得不信, 想吵架, 那咱们就吵, 来吧, 吵吧。 看着他那一副无所谓的神情, 我叹了口气, 没再应声, 高叶却突然抬手拿过了我的手机, 将照片彻底删除了, 真是, 手机里留着这种东西干嘛, 整天不想着怎么把日子过好, 却偏偏想着莫须有的事情, 他又将手机塞给我道, 我警告你, 宋明亮, 你再这样, 我直接跟你离婚。 此日, 岳母正在沙发上摆弄着手机, 凉酒, 她倒是一口凉气, 抬手招呼我道, 哎呦, 小亮啊, 你快帮我看看, 我这个手机的花费是怎么回事啊? 我应声过去查看, 突然, 岳母的微信突然来了一条提示消息, 伯母, 今晚可以安排我和小叶吃顿便饭吗? 发消息的人, 则是一个备注名为广盛小藏的, 气氛一瞬间尴尬到了极点, 岳母慌忙抢过手机, 指指吾吾的开口, 小亮啊, 你, 你别多想, 这个是小叶的远方表哥, 刚在城里找了工作, 见我深情阴沉, 他慌忙转移的话提道, 你看厨房的那个碗里, 还剩下几个鸡蛋吧, 你中午做一点炸弹吃吧, 说吧, 他便一股脑的溜了厕所, 看到岳母如此反常的举动, 我已经猜到了大概, 越是掩盖, 便越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隔壁王二不曾偷的道理, 至于岳母, 备注的前两次广盛, 应该是前几年新建立的一个小公司, 广盛集团, 且按照岳母的备注方式, 可以推断出, 他给高业物色的对象, 不止一个, 下午, 岳母带着小米, 去隔壁小区溜湾了, 我也趁机打车, 来到了广盛集团, 虽然我不知道, 那个小藏的全名叫什么, 但藏性并不常见, 找起来应该会很容易, 于是我对前台开口询问道, 您好, 请问藏先生在吗? 你是说藏经理吧? 请稍等, 前台小姐刚遇打电话, 却抬手指了指身后, 藏经理下来了, 我愣住了, 这个藏经理不是别人, 而是我的高中同学, 藏南海, 显然, 藏南海也注意到我了, 他上前拍了拍我的肩膀, 笑道, 大班长, 真的是你啊, 我还以为是我看错了, 我有些不自在地躲开了他的笔弯, 礼貌性地打着招呼道, 好久不见, 上学的时候, 藏南海就是一个恶霸, 他仗着家里有点小钱, 捧高踩低, 其中他最为瞧不起的人, 就是我, 因为我是年纪第一, 他便总是带着人孤立我, 我在黑板上写课表, 他就会故意向黑板上泼水, 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 最为严重的一次, 是在高考前一个星期, 他让人将我压在地上, 又将小黑板放在了我的后背上, 最后, 他整个人也压在了我的身上, 驾, 驾, 他坐在恶后背上, 耀武扬威地喊着, 可当时, 我右手的食指意外地扭伤了, 肿的连笔都拿不起来, 在我连续将手在冰水里泡离三天后, 肿总算是消下去了, 高考毕业后的同学聚会, 藏南海并没有来, 听同学们说, 他老爹花钱在南方给他开了一家工厂, 他直接过去当老板去了, 但我怎么也没想到, 我会在今天遇见藏南海, 他摸了摸我的衣服领子, 开始冷嘲热讽道, 宋大班长, 大家不是都说, 你去北京搞什么科研了吗? 你怎么又回到咱们这个小地方了? 要我说啊, 当年你还不如跟我一起混呢, 你说你拼死拼活地学习, 拼来拼去不是还得拼爹啊,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呢? 不如来我们广盛上班啊。 我反逢道, 你不也是兜兜转转回到老家了吗? 藏南海极为夸张地指了指天花板, 大班长, 我跟你不一样啊, 这公司我爸给我买的, 是我妈想我, 我爸求着让我回来的, 我是总裁啊, 但是我怕自己跟员工有距离, 我就自称自己是经理啊。 他不屑地点了点我的胸口, 笑道, 大班长, 你不会真以为我是一个小小的经理吧? 我冷声开口, 无论是经理还是总裁, 都是你啃老的来的, 这种东西我不稀罕, 说吧,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晚上, 高夜果然没有回家吃饭, 直到晚上十点钟, 高夜才满身酒气地回到家, 他身上披着的外套, 和下午葬海青穿的一模一样, 高夜的嘴唇也有些花, 口红都溢到了脸上, 似乎是刚经历了一场机吻, 还不等我开口, 高夜就直接上前抬手给了我一个耳光。 宋明亮, 你下午是不是去找藏海青了? 谁让你去的? 谁给你的胆子? 你有什么资格去窥探我的生活? 我握紧了拳头, 生生压住了怒火, 因为小米还在睡觉, 于是我低声怒道, 高夜, 你知不知道自己是一个有孩子的人? 我不求你为了我守身如玉, 我只求你能不能给小米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去你妈的。 高夜不由分说地, 又抬手给了我一个耳光, 他的神情因愤怒而变得扭曲, 他大喊道,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那我就也不打算装下去了。 宋明亮, 你就是一个废物, 你真没有。 老娘养了你三年, 今天我不想养了。 跟你在一起, 人前人后我都抬不起头, 天天女儿长女儿短, 一分钱都赚不到。 你睁大你的狗眼, 好好出去看看, 谁家男人挣不来钱, 天天等着老婆来养。 外面随便一个男人都比你强, 你凭什么拿自己跟藏男还比? 人家是大老板, 你算什么东西? 家庭主妇, 高夜的画像真一样, 一句一句地扎在了我的心上, 他接着道, 离婚。 明天咱们就赶紧去离婚。 这种日子, 我一点都不想过了。 而这句话, 也彻底击碎了我们残破不堪的婚姻。 原来这些年, 我多这个家的付出, 在高夜眼里, 是如此的不堪入目, 我靠着门框, 长叙了一口气, 我似乎是在庆幸自己的解脱, 又似乎是在不甘的叹息。 次日, 我和高夜准时来到了民政局, 由于岳母临时有时, 回老家了, 我只能带着小米一起来办理离婚。 姓名, 高夜, 宋明亮。 子女问题和财产问题, 高夜有些不耐烦地抢答道, 离婚协议书里都已经写好了。 随着印章的落下, 高夜极为潇洒地走了出去, 我看着他大不留心地领着小米, 丝毫没有顾及孩子的感受, 于是我忍不住开口道, 高夜, 孩子跟不上了。 他顿了顿, 才起身将小米抱着了怀里, 我看着小米逐渐远去的身影, 心中就像丢了东西一般, 空落落的。 等我走出民政局大门口的时候, 突然听见身后的高夜, 娇滴滴地叫了一声老公, 我下意识回头, 却见高夜根本没有看我, 而藏南海正立在他的对面, 神情得意, 小米依依不舍地望着我。 那疑惑的表情, 似乎是在问, 为什么爸爸不抱着我呢? 我的心都要碎了。 说着, 高夜又强硬地将小米扯到了藏南海面前, 由于下手较重, 小米吃痛, 瞬间哇哇大哭起来, 高夜却丝毫没有心疼, 反而直接将小米按在原地, 立声道, 小米叫爸爸, 以后这就是你的亲爸爸, 藏南海。 咱们母女以后就能远离你那个窝囊废爹了。 我不要, 我不要, 小米拼命拒绝着, 一双大眼睛可怜巴巴地望着一旁的我, 哭喊道, 爸爸, 救我, 我不想要新爸爸。 藏南海则是一脸细虐的表情, 似乎是在欣赏一出精彩绝伦的好戏, 看到这里,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冲上前去, 将女儿护在了身后, 高夜, 我眼底腥红, 连声音都是颤抖的, 你不要欺人太甚了, 家里的东西,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我只要小米。 我不允许你这么对小米。 面前的高夜却冷冷一笑, 他不屑地抬眼打亮了我一番, 冷冷地开口道, 宋明亮, 你别闹了, 你知不知道, 小米一年的奶粉都要几万块, 就凭你, 还想要孩子的抚养权。 你难道想让小米跟你去要饭吗? 还是你们两个一起在大街上喝戏北风? 我冷声道, 有些话我不能说出来, 但只要孩子跟着我一天, 我就绝不会让他受了委屈。 此时身为看客的藏南海, 突然开口道, 小燕, 把孩子给我当年的大班长吧。 他有些厌恶地撇了一眼小米, 吓得小米直直地向我身后躲, 见高夜有些犹豫, 藏南海的语气充斥着威胁, 我家也不是那种小门小户, 高夜, 你确定要带着孩子去见我吗? 听到这里, 高夜沉默了, 藏南海顺势揽住了高夜的肩膀, 宠溺地笑道, 这就对了, 我们以后还会有孩子的。 我捂住了小米的耳朵, 不希望让孩子在童年时期就听到这种话, 藏南海又拍了拍我的肩膀, 扶在我耳边冷声道, 宋明亮, 我叫你一声, 班长是给你面子, 我睡你老婆, 更是给你面子, 我给你面子, 你得接着。 我毫不客气地打开了他的手, 转身预抱着小米离开, 可临走时, 我却又听见他冷哼道, 草, 窝囊废和脱油瓶。 我抿了抿下唇, 将小米从怀里放了下来, 你他娘的再给我骂一句, 我告诉你, 你怎么骂我都行, 就是别骂我的女儿。 而后, 我冲上前去揪住了他的领子, 巨大的力气下, 我只觉得几乎要将自己的手指捏断了, 我可以承受任何实施在自己身上的屈辱, 可就是容不得旁人骂自己的女儿一句, 藏男海被我突如其来的一嗓子吓得一跳, 手里的手机也惊掉到地上, 或许他实在是想不到, 我这样的耸淡也会反抗。 三秒钟后, 藏男海立刻恢复了理智, 毕竟他可不想被人看出来, 自己会被我这样的人吓到, 我警告你, 如果再侮辱我的女儿, 我跟你没完, 我一字一顿地说道, 如果这不是在民政局门口, 我真恨不得冲上去掐住藏男海的脖子, 就算是死, 我也要按着他的脖子, 让他给小米道歉, 爸爸, 我怕, 不知何时, 一旁的小米突然软软糯糯地抱住了我的大腿, 我的心都要化了, 是啊, 大人们之间的恩怨, 小孩子又怎么会明白呢? 想到这, 我快速抱起了小米, 希望赶紧带着孩子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此时的我正带着小米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 当前最要紧的是先用手里最后的积蓄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 爸爸, 我想吃冰淇淋, 怀里的小米突然指了指不远处的冰淇淋车, 卡通车子的周围围满了小朋友, 看到小米渴望的眼神, 我又一次心软了, 好, 小宝在这乖乖等爸爸, 爸爸现在就去给小宝买, 小宝眨了眨自己的大眼睛, 嘻嘻, 我要草莓喂的, 就在我过马路的时候, 一群人突然黑压压地围了过来, 老大, 海哥说的就是他, 讲什么玩意, 兄弟们, 给我罩着屁股打, 咱们好好伺候伺候他, 就是敢得罪海哥, 你去死吧, 拳头大的钢管, 一下下砸在了我的后背上, 看到我嘴角呕出的鲜血后, 他们慌了, 匆忙逃离了现场, 我艰难地从地上爬起, 心中无比庆幸, 刚才没有带小米一起过来, 我回头看了看小米, 他正背对视, 我蹲在地上, 似乎是在玩着蚂蚁, 我欣慰地笑了笑, 随后起身给小米买了一支冰淇淋, 随后, 我坐在长椅上, 身上的痛楚, 仍在隐隐扩大, 通过刚才那伙人的谈话, 他们八成是藏南海派来的人, 藏南海是一个牙字必报的人, 刚才我在和他争吵的时候, 害他丢了面子, 所以他才会反手报复我, 只是, 以后小米的安全就更加难保障了, 突然, 裤兜里传来了手机的震动声, 我艰难地抬起受伤的胳膊, 接通了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 无比熟悉的生意, 宋老师, 我们的科研产品通过测试了, 三天后, 我们就可以面向全世界, 说出我们的秘密了, 我拼命地张口回应, 却发现自己已经激动得难以开口, 三年, 我们足足等了三年, 现在, 我们这项伟大的产品, 终于能够向世人说出了, 大学毕业后, 我们一行人被选中, 从此过上了隐姓埋名的生活, 后来, 产品研发后, 仍需要一个漫长的测试时期, 于是, 众人又回到了普通人的生活中, 但在产品测试通过前, 我们绝不能违背保密条约, 更不能向他人说出我们科研的事情, 所以, 我选择了回到老家, 靠上了公务员, 过起了普通的生活, 又在一次偶然的相亲下, 我结识了高业,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而后, 就是现在这种可悲的结局, 挂断电话后, 我泪流满脸的抱起了小米, 爸爸现在终于有能力, 给你更好的生活了, 三天后, 我衣着正装, 现身了产品发布会上, 此时家中的藏南海, 也看到了实时转播的发布会现场, 他愣了三秒, 才缓缓确认出是我, 屋内穿着精致睡袍的高叶, 正悠哉悠哉地敷着面膜, 他刷到了一个好看的包, 便娇滴滴地大喊道, 老公, 给我三万块钱, 我想买个包吗? 藏南海怒了, 要要要, 天天就知道要钱, 没有, 滚, 高叶满脸懵地跑到客厅, 当他看到电视机里的我时, 顿时就明白了, 一向宠爱他的藏南海, 为何会突然发怒了, 高叶讨好般地关掉了电视, 并坐在了藏南海的大腿上, 撒娇道, 好了, 亲爱的, 别看那个废物了, 他哪有一根手指笔的上你呢? 藏南海却厌恶地将高叶推了下去, 你还有脸说别人? 这么多天了, 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 除了花钱就知道花钱, 谁能养得起你, 后来我并不知道高叶嫁给藏南海后的悲惨遭遇, 偶有让他来看小米的时候, 会看到他腿上和手臂残留的鱼青, 高叶也曾经旁敲侧击地问过我, 有没有另找女朋友, 我如实地回答道, 没有, 我想尽可能给小米一个完整的童年, 他也曾醉着酒, 拉下脸来求我喝好好多次, 告诉我藏南海对他并不好, 甚至还要扒开自己的衣服, 给我查看他的伤口, 但我拒绝了, 但我拒绝了, 我已经从那段失败的婚姻中走出来了, 且我永远都不想再回头, 结婚后, 为了女儿, 我做了三年的家庭主夫, 丈母娘嫌弃我, 被地理帮她的女儿相亲, 离婚那天, 老婆说出了心里话, 你就是个废物, 全靠我养着,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我的科研成就很快就要公之于世了, 我刚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哄睡了女儿小米, 高业就下班到家了, 他不耐烦地踢掉了脚上的高跟鞋, 瘫软在沙发上, 重重地的叹了口气, 精致的妆容下是难以掩盖的疲惫感, 我隐隐猜到, 他今天在公司又被领导批评了, 高业望了望空空如也的桌面, 忍不住大叫道, 宋明光, 你每天都在家里干什么? 我上了一天的班, 怎么连一口热壶饭都吃不上? 我慌忙看向小米, 还好, 睡得正香, 于是我捏手捏脚地退出房间, 并轻轻关上了婴儿房的门, 然后才开口道, 老婆, 你想吃什么? 我现在马上去买, 刚才我哄女儿睡觉, 实在是没来得及做饭。 于于说几遍了, 高业不耐烦地回答, 手指却在手机屏幕上 不断地敲击着, 嘴角还时不时地露出一丝笑容, 我应声, 然后试探性地问道, 老婆, 你干什么呢? 这么开心, 高业直接将手机屏幕翻扣在了沙发上, 仍是不耐烦地开口, 工作上的事, 你又不懂, 赶紧去买菜吧, 我都饿死了, 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在家待一天, 一顿饭都做不出来。 我不敢再多话, 立刻披上了外套, 赶往农贸市场, 这种情况下, 若是我再多嘴一句, 高业肯定会直接爆发, 免不了又是一顿口舌之争, 说来话长, 自从女儿小米出生后, 我就做起了家庭主夫, 因为高业脾气暴躁, 又有些粗心, 对待一直哭闹的孩子。 更是没有耐心, 之前高业在家里休产假的时候, 一直沉迷于手机斗地主, 有好几次我下班回家, 小米奶瓶里的奶都是冰凉凉的, 后来我和高业吵架了好几次, 他总算是能定时给小米冲奶粉了, 但更危险的事情又发生了, 那天高业忘记是水温了, 冲的奶粉也是滚烫滚烫的, 等到小米被烫伤的时候, 高业才刚刚发现, 后来我实在是放心不下, 便选择辞职在家, 全心全意照顾小米, 收入虽然减少, 但好在我还有充足的存款, 日子也算是能过得去买好余后。 我突然发现, 今天穿错了衣服, 口袋里没有足够的现金了, 而我由于之前的工作原因, 我也没有经常使用手机的习惯, 所以微信里也只有几毛钱, 我苦笑着对收银员说了声抱歉, 然后退到一边给高业发去了消息, 老婆给我转三十块钱, 我忘带钱包了。 很快, 高业发来了一条语音, 我点开后, 瞬间吸引了周遭人群的目光, 什么雨这么贵? 我给你的生活费都花完了。 大哥, 咱们这是过日子, 不是过家家了。 我天天上班容易嘛, 不行就退了, 我晚上还有饭局, 我去蹭一口饭算了。 我连忙打字道, 还有一些别的调料, 加在一起才三十的, 你别出去了, 还是吃一点家里的饭菜吧。 两分钟后, 高业给我转来了三十块钱, 在收银员异样的眼光下, 我尴尬地结账付钱, 然后仓皇逃离了现场, 等我气喘吁吁地赶回家时, 高业已经走了, 空荡荡的房间里, 只有小米的哭泣声, 我叹了口气, 连忙先去哄小米, 看着衣柜被翻得七零八落的样子, 可想而知, 高业发出了多大的动静, 也难怪小米会惊醒了, 半小时后, 小米的情绪才平复下来。 我一边在厨房做宝宝腐蚀, 一边一遍遍地给高业打着电话, 倒不是我非要黏着他回家。 而是因为他经常参加饭局, 甚至喝酒, 喝到胃穿孔, 他半月前刚住过院, 要是今天再没命地喝, 保不齐身体, 又要跟着遭罪。 突然, 我发现我再也打不通高业的手机了, 他应该是把我拉黑了, 然后他给我发来了一条消息, 别给我打电话了, 我今晚不回家了, 公司有事, 钱不是给你了吗? 你还有什么事? 于是我无奈地回应, 知道了, 注意安全。 再方才买回来的那条生龙活虎的鱼, 现在也已经奄奄一息了, 算了, 家里就我一个人, 吃鱼也是浪费了。 于是我给小米喂完俯饰后, 简单给自己下了一锅面条吃, 次日清早, 门铃响了, 我眯眼看了一眼时间, 刚刚六点, 这样的时间, 肯定不会是高业回家, 我拖着半梦半醒的身体打开了门, 在看到对方后, 直接被强制性开机了, 是岳母来了, 只见岳母提着大包小果的进门, 甚至连被褥都带来了, 我一时间有些猛, 这是什么情况, 要在这里常住吗? 还不等我开口, 岳母便数落到, 明亮啊, 你怎么回事? 大清早的救不起床, 让你开个门, 简直要等上十分钟, 在家不干活怎么行啊, 总不能指着我们小夜一个人忙里忙外吧, 就算是铁人也会被累死的。 我局促地立在原地, 昨天我确实睡得有点晚, 因为小米下午睡过觉的缘故, 一直熬到了晚上十点, 才勉强睡着, 等小米睡着了, 我才有时间去处理厨房没刷的碗筷, 还有有些漏水的水龙头, 忙完这些后, 我又将地板从头到碗擦了一个遍, 毕竟现在小米的抵抗力较差, 家里的卫生问题必须要搞好, 等我擦完地板后, 已经快要十二点了, 见岳母没有听我解释的打算, 我便开始帮着她整理行李, 岳母一边收拾一边道, 我来了, 你可得好好谢谢我们小夜。 有我在, 你也能轻松一点, 要不是听小夜说, 她忙了一天, 回家连一口热壶饭都吃不上, 我才不愿意进城里呢, 你们家的锅碗瓢盆, 我根本都用不惯, 我顿了顿, 试图开口解释, 可岳母的话密集的就像机关枪, 根本不给我插嘴的机会, 很快, 岳母又掏出了一堆破布, 我原以为是她带来的垃圾, 便下意识想帮她扔掉, 可岳母却像宝贝似的对我介绍道, 我那之前的旧衣服, 给小米做了一些尿布, 这样你们也能剩下尿布湿的钱啊。 还有这个, 她又拿出了一个有些生锈的小铁杯道, 这个是当年小叶小时候的奶瓶啦。 你说, 你们现在给孩子买的那种塑料奶瓶, 几天摔一个, 几天摔一个, 一个还挺贵, 就不如我的这个铁的实用。 岳母强行塞到了我手里, 道, 一会赶紧给小米换上, 能省一点是一点, 小叶现在上班不容易, 你得从源头上节约啊。 岳母也是一片好心, 我实在不好意思拒绝, 只得先假意答应, 我转头给高叶发去了消息求助的, 老婆, 咱妈给小米拿了一堆旧东西, 很不卫生, 但我也不好意思拒绝, 你看看你能不能跟咱妈说说。 上午九点, 高叶回复道, 我怎么说? 那是我亲妈, 我也不能训她吧。 你就将就一下吧, 再说了, 我妈是我让她去帮你的, 你这人怎么不领情啊? 无奈下, 我只能趁着岳母出门的时候, 偷偷将那堆东西 打包扔进仓库里, 次日, 高叶难得没有聚会, 说是可以回家吃饭, 我很高兴, 小米也很高兴, 毕竟现在孩子对母亲的依赖性还是很大的, 孩子的童年缺少母亲的陪伴是不完整的, 晚上, 我刚欲去超市买菜, 岳母却已经穿着打扮好了, 她老人家笑吟吟的, 却又有些不耐烦地对我道, 你出去少买点菜吧, 我和小叶晚上有事情要出去一趟, 一旁的小米委屈道, 爸爸, 妈妈又不回来了吗? 岳母狠狠地瞪了眼小米, 开口道, 黏人黏人, 整天就知道找妈妈, 你爸不是一直在家陪你吗? 妈妈不出去赚钱, 你等着在家喝戏北风啊。 我侧身挡在小米身前, 背过手摸了摸女儿的脸, 我一边安抚女儿的情绪, 一边挤出了一个笑脸, 道, 妈, 您和小叶去忙吧, 小米, 交给我来处理。 岳母走后, 家里空无一人, 我只好带着小米一起去买菜, 走在路上, 小米突然咦咦咦咦地叫道, 妈妈, 妈妈, 我派了派她的后背, 安慰道, 妈妈出去工作了, 爸爸在。 可当我顺着女儿手指的方向望去的时候, 却见一家高档的西餐厅内, 高叶正坐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 款款而谈, 岳母和高叶坐在同侧, 另一侧是一个戴着眼睛的斯文男士, 三人有说有笑, 似乎很惬意, 我连忙捂住了小米的眼睛, 强迫自己不去多想, 可刚才那一幕, 分明像是在相亲。 晚上九点, 婆婆和高叶准时到家, 他们两个人的脸上不约而同地带着笑意, 我立在卧室门口, 险些将高叶吓了一条, 他一边不耐烦地推开我, 一边道, 你干嘛呀? 大晚上的不睡觉, 怎么, 非得白天在家偷着睡觉啊, 我缓缓地举起了手机, 屏幕上赫然是高叶坐在西餐厅里谈话的照片, 我冷声开口, 这是谁? 高叶顿了顿, 脸上闪过一丝不耐烦的惊慌, 但他很快又恢复了自然, 将笑着道, 我以为是什么呢? 那是我远方家的表哥, 进城来我跟我妈不得请他吃顿饭啊, 真不知道你的脑子里整天在想什么? 你哪家的表哥? 我又问, 高叶明显地不耐烦了起来, 你怎么那么多话? 我是不是干什么事情都要先跟你回报一下啊? 你要是非得不信, 想吵架, 那咱们就吵。 来吧, 吵吧。 看着他那一副无所谓的神情, 我叹了口气, 没再应声, 高叶却突然抬手拿过了我的手机, 将照片彻底删除了, 真是, 手机里留着这种东西干嘛, 整天不想着怎么把日子过好, 却偏偏想着莫须有的事情, 他又将手机塞给我道, 我警告你, 宋明亮, 你再这样, 我直接跟你离婚。 此日, 岳母正在沙发上摆弄着手机, 凉酒, 她倒是一口凉气, 抬手招呼我道, 哎呦, 小亮啊, 你快帮我看看, 我这个手机的花费是怎么回事啊? 我应声过去查看, 突然, 岳母的微信突然来了一条提示消息, 伯母, 今晚可以安排我和小叶吃顿便饭吗? 发消息的人, 则是一个备注名为广盛小藏的, 气氛一瞬间尴尬到了极点, 岳母慌忙抢过手机, 指指吾吾地开口, 小亮啊, 你, 你别多想, 这个是小叶的远方表哥, 刚在城里找了工作, 见我神经阴沉, 他慌忙转移的话提道, 你看厨房的那个碗里还剩下几个鸡蛋吧, 你中午做一点炸弹吃吧, 说吧, 他便一股脑地溜了厕所, 看到岳母如此反常的举动, 我已经猜到了大概, 越是掩盖, 便越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隔壁王二不曾偷的道理, 至于岳母, 备注的前两字广盛, 应该是前几年新建立的一个小公司, 广盛集团, 且按照岳母的备注方式, 可以推断出, 他给高业物色的对象, 不止一个, 下午, 岳母带着小米去隔壁小区溜弯了, 我也趁机打车, 来到了广盛集团, 虽然我不知道那个小藏的全名叫什么, 但藏性并不常见, 找起来应该会很容易, 于是我对前台开口询问道, 您好, 请问藏先生在吗? 你是说藏经理吧? 请稍等, 前台小姐刚欲打电话, 却抬手指了指身后, 藏经理下来了, 我愣住了, 这个藏经理不是别人, 而是我的高中同学, 藏南海, 显然, 藏南海也注意到我了, 他上前拍了拍我的肩膀, 笑道, 大班长, 真的是你啊, 我还以为是我看错了, 我有些不自在地躲开了他的臂弯, 礼貌性地打着招呼道, 好久不见, 上学的时候, 藏南海就是一个恶霸, 他仗着家里有点小钱, 捧高踩低, 其中他最为瞧不起的人, 就是我, 因为我是年纪第一, 他便总是带着人孤立我, 我在黑板上写课表, 他就会故意向黑板上泼水, 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 最为严重的一次, 是在高考前一个星期, 他让人将我压在地上, 又将小黑板放在了我的后背上, 最后, 他整个人也压在了我的身上, 驾, 驾, 他坐在恶后背上, 耀武扬威地喊着, 可当时, 我右手的食指意外地扭伤了, 肿的连笔都拿不起来, 在我连续将手在冰水里泡理三天后, 肿总算是消下去了, 高考毕业后的同学聚会, 藏南海并没有来, 听同学们说, 他老爹花钱在南方给他开了一家工厂, 他直接过去当老板去了, 但我怎么也没想到, 我会在今天遇见藏南海, 他摸了摸我的衣服领子, 开始冷嘲热讽道, 宋大班长, 大家不是都说你去北京搞什么科研了吗? 你怎么又回到咱们这个小地方了? 要我说啊, 当年你还不如跟我一起混呢, 你说你拼死拼活地学习, 拼来拼去不是还得拼爹啊,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呢? 不如来我们广盛上班啊。 我反逢道, 你不也是兜兜转转回到老家了吗? 藏南海极为夸张地指了指天花板, 大班长, 我跟你不一样啊, 这公司我爸给我买的, 是我妈想我, 我爸求着让我回来的, 我是总裁啊, 但是我怕自己跟员工有距离, 我就自称自己是经理啊。 他不屑地点了点我的胸口, 笑道, 大班长, 你不会真以为我是一个小小的经理吧? 我冷声开口, 无论是经理还是总裁, 都是你啃老的来的。 这种东西, 我不稀罕。 说吧,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晚上, 高夜果然没有回家吃饭, 直到晚上十点钟, 高夜才满身酒气地回到家, 他身上披着的外套, 和下午藏海青穿的一模一样, 高夜的嘴唇也有些花, 口红都溢到了脸上, 似乎是刚经历了一场积吻。 还不等我开口, 高夜就直接上前, 抬手给了我一个耳光, 宋明亮, 你下午是不是去找藏海青了? 谁让你去的? 谁给你的胆子? 你有什么资格去窥探我的生活? 我握紧了拳头, 生生压住了怒火, 因为小米还在睡觉, 于是我低声怒道, 高夜, 你知不知道自己是一个有孩子的人? 我不求你为了我守身如玉, 我只求你能不能给小米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去你妈的。 高夜不由分说的, 又抬手给了我一个耳光。 他的神情因愤怒而变得扭曲, 他大喊道,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那我就也不打算装下去了。 宋明亮, 你就是一个废物, 你真没有。 老娘养了你三年, 今天我不想养了。 跟你在一起, 人前人后我都抬不起头, 天天女儿长女儿短, 一分钱都赚不到。 你睁大你的狗眼, 好好出去看看, 谁家男人挣不来钱, 天天等着老婆来养。 外面随便一个男人都比你强, 你凭什么拿自己跟藏男还比? 人家是大老板, 你算什么东西? 家庭主妇。 高夜的话像真一样, 一句一句地扎在了我的心上, 他接着道, 离婚, 明天咱们就赶紧去离婚。 这种日子, 我一点都不想过了。 而这句话, 也彻底击碎了我们残破不堪的婚姻。 原来这些年, 我多这个家的付出, 在高夜眼里, 是如此的不堪入目, 我靠着门框, 长叙了一口气, 我似乎是在庆幸自己的解脱, 又似乎是在不甘的叹息。 次日, 我和高夜准时来到了民政局, 由于岳母临时有时, 回老家了, 我只能带着小米一起来办理离婚。 姓名, 高夜, 宋明亮, 子女问题和财产问题, 高夜有些不耐烦地抢答道, 离婚协议书里都已经写好了。 随着印章的落下, 高夜极为潇洒地走了出去, 我看着她大不留心地领着小米, 丝毫没有顾及孩子的感受, 于是我忍不住开口道, 高夜, 孩子跟不上了。 她顿了顿, 才起身将小米抱着了怀里, 我看着小米逐渐远去的身影, 心中就像丢了东西一般, 空落落的。 等我走出民政局大门口的时候, 突然听见身后的高夜 娇滴滴地叫了一声老公。 我下意识回头, 却见高夜根本没有看我, 而藏南海正立在她的对面, 神情得意。 小米依依不舍地望着我, 那疑惑的表情似乎是在问, 为什么爸爸不抱着我了? 我的心都要碎了, 说着, 高夜又强硬地将小米扯到了藏南海面前, 由于下手较重, 小米吃痛, 瞬间哇哇大哭起来, 高夜却丝毫没有心疼, 反而直接将小米按在原地, 吏声道, 小米叫爸爸, 以后这就是你的亲爸爸, 藏南海。 咱们母女以后, 就能远离你那个窝囊废爹了。 我不要, 我不要, 小米拼命拒绝着, 一双大眼睛可怜巴巴地望着一旁的我, 哭喊道, 爸爸, 救我, 我不想要新爸爸, 藏南海则是一脸细虐的表情, 似乎是在欣赏一出精彩绝伦的好戏, 看到这里,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冲上前去, 将女儿护在了身后, 高夜, 我眼底腥红, 连声音都是颤抖的, 你不要欺人太善了, 家里的东西,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我只要小米, 我不允许你这么对小米。 面前的高夜却冷冷一笑, 他不屑地抬眼打亮了我一番, 冷冷地开口道, 宋明亮, 你别闹了, 你知不知道, 小米一年的奶粉, 都要几万块。 就凭你, 还想要孩子的抚养权, 你难道想让小米跟你去要饭吗? 还是你们两个一起在大街上喝西北风? 我冷声道, 有些话我不能说出来, 但只要孩子跟着我一天, 我就绝不会让他受了委屈。 此时身为看客的藏南海, 突然开口道, 小夜, 把孩子给我当年的大班长吧。 他有些厌恶地撇了一眼小米, 吓得小米直直地向我身后躲, 见高夜有些犹豫, 藏南海的语气充斥着威胁, 我家也不是那种小门小户, 高夜, 你确定要带着孩子去见我吗? 听到这里, 高夜沉默了, 藏南海顺势揽住了高夜的肩膀, 宠溺地笑道, 这就对了, 我们以后还会有孩子的。 我捂住了小米的耳朵, 不希望让孩子在童年时期就听到这种话, 藏南海又拍了拍我的肩膀, 扶在我耳边冷声道, 宋明亮, 我叫你一声, 班长是给你面子, 我睡你老婆, 更是给你面子, 我给你面子, 你得接着。 我毫不客气地打开了他的手, 转身预抱着小米离开, 可临走时, 我却又听见他冷哼道, 草, 窝囊废和脱油瓶。 我抿了抿下唇, 将小米从怀里放了下来, 你他娘的再给我骂一句, 我告诉你, 你怎么骂我都行, 就是别骂我的女儿。 而后, 我冲上前去揪住了他的领子。 巨大的力气下, 我只觉得, 几乎要将自己的手指捏断了, 我可以承受任何实施在自己身上的屈辱, 可就是容不得旁人骂自己的女儿一句, 藏南海被我突如其来的一嗓子吓了一跳, 手里的手机也惊掉到地上, 或许他实在是想不到, 我这样的耸淡也会反抗, 三秒钟后, 藏南海立刻恢复了理智, 毕竟他可不想被人看出来, 自己会被我这样的人吓到, 我警告你, 如果再侮辱我的女儿, 我跟你没完。 我一字一顿地说道, 如果这不是在民政局门口, 我真恨不得冲上去掐住藏南海的脖子, 就算是死, 我也要按着他的脖子, 让他给小米道歉, 爸爸, 我怕, 不知何时, 一旁的小米突然软软糯糯地抱住了我的大腿, 我的心都要化了, 是啊, 大人们之间的恩怨, 小孩子又怎么会明白呢? 想到这, 我快速抱起了小米, 希望赶紧带着孩子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此时的我正带着小米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 当前最要紧的是先用手里最后的积蓄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 爸爸, 我想吃冰淇淋, 怀里的小米突然指了指不远处的冰淇淋车。 卡通车子的周围围满了小朋友, 看到小米渴望的眼神, 我又一次心软了, 好, 小宝在这乖乖等爸爸, 爸爸现在就去给小宝买。 小宝眨了眨自己的大眼睛, 嘻嘻, 我要草莓喂的。 就在我过马路的时候, 一群人突然黑压压地围了过来, 老大, 海哥说的就是他, 讲什么玩意, 兄弟们, 给我罩着屁股打。 咱们好好伺候伺候他, 就是敢得罪海哥, 你去死吧。 拳头大的钢管一下下砸在了我的后背上, 看到我嘴角呕触的鲜泻后。 他们慌了, 匆忙逃离了现场, 我艰难地从地上爬起, 心中无比庆幸刚才没有带小米一起过来, 我回头看了看小米, 他正背对视, 我蹲在地上, 似乎是在玩着蚂蚁, 我欣慰地笑了笑, 随后起身给小米买了一支冰淇淋, 随后, 我坐在长椅上, 身上的痛楚仍在隐隐扩大, 通过刚才那伙人的谈话, 他们八成是藏南海派来的人, 藏南海是一个牙字必报的人, 刚才我在和他争吵的时候, 害他丢了面子, 所以他才会反手报复我, 只是以后小米的安全就更加难保障了。 突然, 裤兜里传来了手机的震动声, 我艰难地抬起受伤的胳膊, 接通了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无比熟悉的声音, 宋老师, 我们的科研产品通过测试了, 三天后, 我们就可以面向全世界说出我们的秘密了。 我拼命地张口回应, 却发现自己已经激动得难以太口, 三年, 我们足足等了三年, 现在, 我们这项伟大的产品, 终于能够向世人说出了, 大学毕业后, 我们一行人被选中, 从此过上了隐姓埋名的生活, 后来, 产品研发后, 仍需要一个漫长的测试时期。 于是, 众人又回到了普通人的生活中, 但在产品测试通过前, 我们绝不能违背保密条约, 更不能向他人说出我们科研的事情, 所以, 我选择了回到老家, 靠上了公务员, 过起了普通的生活, 又在一次偶然的相亲下, 我结识了高业,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而后, 就是现在这种可悲的结局, 挂断电话后, 我泪流满脸地抱起了小米, 爸爸现在终于有能力, 给你更好的生活了。 三天后, 我衣着正装, 现身了产品发布会上, 此时家中的藏南海, 也看到了实时转播的发布会现场。 他愣了三秒, 才缓缓确认出是我, 屋内穿着精致睡袍的高业, 正悠哉悠哉地敷着面膜, 他刷到了一个好看的包, 便娇滴滴地大喊道, 老公, 给我三万块钱, 我想买个包吗? 藏南海怒了, 要要要, 天天就知道要钱。 没有。 滚。 高业满脸懵地跑到客厅, 当他看到电视机里的我时, 顿时就明白了, 一向宠爱他的藏南海, 为何会突然发怒了, 高业讨好般地关掉了电视, 并坐在了藏南海的大腿上, 撒娇道, 好了, 亲爱的, 别看那个废物了, 他哪有一根手指笔的上你呢? 藏南海却厌恶地将高业推了下去, 你还有脸说别人? 这么多天了, 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 除了花钱就知道花钱, 谁能养得起你, 后来我并不知道, 高业嫁给藏南海后的悲惨遭遇, 偶有让他来看小米的时候, 会看到他腿上和手臂残留的鱼青, 高业也曾经旁敲侧击地问过我, 有没有另找女朋友, 我如实地回答道, 没有, 我想尽可能给小米一个完整的童年, 他也曾醉着酒, 拉下脸来求我喝好好多次, 告诉我藏南海对他并不好, 甚至还要扒开自己的衣服, 给我查看他的伤口, 但我拒绝了, 但我拒绝了, 我已经从那段失败的婚姻中走出来了, 且我永远都不想再回头, 结婚后, 为了女儿, 我做了三年的家庭主夫, 丈母娘嫌弃我, 被地理帮她的女儿相亲, 离婚那天, 老婆说出了心里话, 你就是个废物, 全靠我养着,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我的科研成就很快就要公之于世了, 我刚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哄睡了女儿小米, 高夜就下班到家了, 她不耐烦地踢掉了脚上的高跟鞋, 瘫软在沙发上, 重重地地叹了口气, 精致的妆容下是难以掩盖的疲惫感, 我隐隐猜到, 她今天在公司又被领导批评了, 高夜望了望空空如也的桌面, 忍不住大叫道, 宋明光, 你每天都在家里干什么? 我上了一天的班, 怎么连一口热壶饭都吃不上? 我慌忙看向小米, 还好, 睡得正香, 于是我捏手捏脚地退出房间, 并轻轻关上了婴儿房的门, 然后才开口道, 老婆, 你想吃什么? 我现在马上去买, 刚才我哄女儿睡觉, 实在是没来得及做饭。 于于说几遍了, 高夜不耐烦地回答, 手指却在手机屏幕上不断地敲击着, 嘴角还时不时地露出一丝笑容, 我应声, 然后试探性地问道, 老婆, 你干什么呢? 这么开心, 高夜直接将手机屏幕翻扣在了沙发上, 仍是不耐烦地开口, 工作上的是, 你又不懂, 赶紧去买菜吧, 我都饿死了, 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在家待一天, 一顿饭都做不出来。 我不敢再多话, 立刻披上了外套, 赶往农贸市场, 这种情况下, 若是我再多嘴一句, 高夜肯定会直接爆发, 免不了又是一顿口舌之争, 说来话长, 自从女儿小米出生后。 我就做起了家庭主妇, 因为高夜脾气暴躁, 又有些粗心, 对待一直哭闹的孩子, 更是没有耐心, 之前高夜在家里休产假的时候, 一直沉迷于手机斗地主, 有好几次我下班回家, 小米奶瓶里的奶都是冰凉凉的, 后来我和高夜吵架了好几次, 他总算是能定时给小米充奶粉了, 但更危险的事情又发生了, 那天高夜忘记是水温了, 冲的奶粉也是滚烫滚烫的, 等到小米被烫伤的时候, 高夜才刚刚发现, 后来我实在是放心不下, 便选择辞职在家, 全心全意照顾小米。 收入虽然减少, 但好在我还有充足的存款, 日子也算是能过得去, 买好余后, 我突然发现今天穿错了衣服, 口袋里没有足够的现金了, 而我由于之前的工作原因, 我也没有经常使用手机的习惯, 所以微信里也只有几毛钱, 我苦笑着对收银员说了声抱歉, 然后退到一边, 给高夜发去了消息, 老婆给我转三十块钱, 我忘带钱包了。 很快, 高夜发来了一条语音, 我点开后, 瞬间吸引了周遭人群的目光, 什么鱼这么贵? 我给你的生活费都花完了。 大哥, 咱们这是过日子, 不是过家家了。 我天天上班容易嘛, 不行就退了, 我晚上还有饭局, 我去蹭一口饭算了。 我连忙打字道, 还有一些别的调料, 加在一起才三十的, 你别出去了, 还是吃一点家里的饭菜吧。 两分钟后, 高夜给我转来了三十块钱, 在收银员异样的眼光下, 我尴尬地结账付钱, 然后仓皇逃离了现场, 等我气喘吁吁地赶回家时, 高夜已经走了, 空荡荡的房间里, 只有小米的哭泣声, 我叹了口气, 连忙先去哄小米, 看着衣柜被翻得七零八落的样子, 可想而知, 高夜发出了多大的动静, 也难怪小米会惊醒了, 半小时后, 小米的情绪才平复下来。 我一边在厨房做宝宝腐蚀, 一边一遍遍地给高夜打着电话, 倒不是我非要黏着他回家, 而是因为他经常参加饭局, 甚至喝酒喝到未穿孔, 他半月前刚住国院, 要是今天再没命地喝, 保不齐身体, 又要跟着遭罪, 突然, 我发现我再也打不通高夜的手机了, 他应该是把我拉黑了, 然后他给我发来了一条消息, 别给我打电话了, 我今晚不回家了, 公司有事, 钱不是给你了吗? 你还有什么事? 于是我无奈地回应, 知道了, 注意安全。 在方才买回来的那条生龙活虎的鱼, 现在也已经奄奄一息了, 算了, 家里就我一个人, 吃鱼也是浪费了, 于是我给小米喂完俯饰后, 简单给自己下了一锅面条吃, 次日清早, 门铃响了, 我眯眼看了一眼时间, 刚刚六点, 这样的时间, 肯定不会是高夜回家, 我拖着半梦半醒的身体打开了门, 在看到对方后, 直接被强制性开击了, 是岳母来了, 只见岳母提着大包小果的进门, 甚至连被褥都带来了, 我一时间有些猛, 这是什么情况, 要在这里常住吗, 还不等我开口。 岳母便数落道, 明亮啊, 你怎么回事, 大清早的就不起床, 让你开个门, 简直要等上十分钟, 在家不干活怎么行啊, 总不能指着我们小夜, 一个人忙里忙外吧, 就算是铁人, 也会被累死的, 我局促地立在原地, 昨天我确实睡得有点晚, 因为小米下午睡过觉的缘故, 一直熬到了晚上十点才勉强睡着, 等小米睡着了, 我才有时间去处理厨房没刷的网筷, 还有有些漏水的水龙头, 忙完这些后, 我又将地板从头到晚擦了一个遍, 毕竟现在小米的抵抗力较差, 家里的卫生问题必须要搞好, 等我擦完地板后, 已经快要十二点了, 见岳母没有听我解释的打算, 我便开始帮着她整理行李, 岳母一边收拾一边道, 我来了, 你可得好好谢谢我们小夜, 有我在, 你也能轻松一点, 要不是听小夜说, 她忙了一天, 回家连一口热乎饭都吃不上, 我才不愿意进城里呢, 你们家的锅碗瓢盆, 我根本都用不惯, 我顿了顿, 试图开口解释, 可岳母的话密集的就像机关枪, 根本不给我插嘴的机会, 很快, 岳母又掏出了一堆破布, 我原以为是她带来的垃圾, 便下意识想帮她扔掉, 可岳母却像宝贝似的对我介绍道, 我那之前的旧衣服, 给小米做了一些尿布, 这样你们也能剩下尿布湿的钱啊, 还有这个, 她又拿出了一个有些生锈的小铁杯道, 这个是当年小夜小时候的奶瓶啊, 你说, 您现在给孩子买的那种塑料奶瓶, 几天摔一个, 几天摔一个, 一个还挺贵, 就不如我的这个铁的实用, 岳母强行塞到了我手里, 道, 一会赶紧给小米换上, 能省一点是一点, 小夜现在上班不容易, 你得从源头上节约啊, 岳母也是一片好心, 我实在不好意思拒绝, 只得先假意答应, 我转头给高夜发去了消息求助道, 老婆, 咱妈给小米拿了一堆旧东西, 很不卫生, 但我也不好意思拒绝, 你看看你能不能跟咱妈说说, 上午九点, 高夜回复道, 我怎么说, 那是我亲妈, 我也不能训她吧, 你就将就一下吧, 再说了, 我妈是我让她去帮你的, 你这人怎么不领情啊, 无奈下, 我只能趁着岳母出门的时候, 偷偷将那堆东西打包扔进仓库里, 次日, 高夜难得没有聚会, 说是可以回家吃饭, 我很高兴, 小米也很高兴, 毕竟现在孩子对母亲的依赖性还是很大的, 孩子的童年缺少母亲的陪伴是不完整的, 晚上, 我刚欲去超市买菜, 岳母却已经穿着打扮好了, 她老人家笑吟吟的, 却又有些不耐烦地对我道, 你出去少买点菜吧, 我和小夜晚上有事情要出去一趟, 一旁的小米委屈道, 爸爸, 妈妈又不回来了吗? 岳母狠狠地瞪了眼小米, 开口道, 黏人黏人, 整天就知道找妈妈, 你爸不是一直在家陪你吗? 妈妈不出去赚钱, 你等着在家喝戏北风啊, 我侧身挡在小米身前, 背过手摸了摸女儿的脸, 我一边安抚女儿的情绪, 一边挤出了一个笑脸, 道, 妈, 您和小夜去忙吧, 小米, 交给我来处理。 岳母走后, 家里空无一人, 我只好带着小米一起去买菜, 走在路上, 小米突然咿咿呀呀地叫道, 妈妈, 妈妈, 我拍了拍她的后背, 安慰道, 妈妈出去工作了, 爸爸在。 可当我顺着女儿手指的方向望去的时候, 却见一家高档的西餐厅内, 高夜正坐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 款款而谈, 岳母和高夜坐在同侧, 另一侧是一个戴着眼睛的斯文男士, 三人有说有笑, 似乎很惬意, 我连忙捂住了小米的眼睛, 强迫自己不去多想, 可刚才那一幕, 分明像是在相亲。 晚上九点, 婆婆和高夜准时到家, 他们两个人的脸上不约而同地带着笑意, 我立在卧室门口, 险些将高夜吓了一条, 他一边不耐烦地推开我, 一边道, 你干嘛呀? 大晚上的不睡觉, 怎么? 非得白天在家偷着睡觉啊! 我缓缓地举起了手机, 屏幕上赫然是高夜坐在西餐厅里谈话的照片, 我冷声开口, 这是谁? 高夜顿了顿, 脸上闪过一丝不耐烦的惊慌, 但他很快又恢复了自然, 将笑着道, 我以为是什么呢? 那是我远方家的表哥, 进城来我跟我妈不得请他吃顿饭啊, 真不知道你的脑子里整天在想什么? 你哪家的表哥? 我又问, 高夜明显地不耐烦了起来, 你怎么那么多话? 我是不是干什么事情都要先跟你回报一下啊? 你要是非得不信, 想吵架, 那咱们就吵。 来吧, 吵吧。 看着他那一副无所谓的神情, 我叹了口气, 没在应声, 高夜却突然抬手拿过了我的手机, 将照片彻底删除了, 真是, 手机里留着这种东西干嘛, 整天不想着怎么把日子过好, 却偏偏想着莫须有的事情, 他又将手机塞给我道, 我警告你, 宋明亮, 你再这样, 我直接跟你离婚。 次日, 岳母正在沙发上摆弄着手机, 凉酒, 她倒需一口凉气, 抬手招呼我道, 哎呦, 小亮啊, 你快帮我看看, 我这个手机的花费是怎么回事啊? 我应声过去查看, 突然, 岳母的微信突然来了一条提示消息, 伯母, 今晚可以安排我和小夜吃顿便饭吗? 发消息的人, 则是一个备注名为广盛小藏的, 气氛一瞬间尴尬到了极点, 岳母慌忙抢过手机, 指指吾吾的开口, 小亮啊, 你, 你别多想, 这个是小夜的远方表哥, 刚在城里找了工作, 见我身经阴沉, 他慌忙转移了话题道, 你看厨房的那个碗里, 还剩下几个鸡蛋吧, 你中午做一点炸弹吃吧, 说吧, 他便一股脑地溜了厕所, 看到岳母如此反常的举动, 我已经猜到了大概, 越是掩盖, 便越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隔壁王二不曾偷的道理, 至于岳母备注的前两字广盛, 应该是前几年新建立的一个小公司, 广盛集团, 且按照岳母的备注方式, 可以推断出, 他给高夜物色的对象, 不止一个下午, 岳母带着小米去隔壁小区溜弯了, 我也趁机打车来到了广盛集团, 虽然我不知道那个小藏的全名叫什么, 但藏性并不常见, 找起来应该会很容易, 于是我对前台开口询问道, 您好, 请问藏先生在吗? 你是说藏经理吧? 请稍等, 前台小姐刚欲打电话, 却抬手指了指身后, 藏经理下来了, 我愣住了, 这个藏经理不是别人, 而是我的高中同学, 藏南海, 显然, 藏南海也注意到我了, 他上前拍了拍我的肩膀, 笑道, 大班长, 真的是你啊, 我还以为是我看错了, 我有些不自在地躲开了他的臂弯, 礼貌性地打着招呼道, 好久不见, 上学的时候, 藏南海就是一个恶霸, 他仗着家里有点小钱, 捧高踩低, 其中他最为瞧不起的人, 就是我, 因为我是年纪第一, 他便总是带着人孤立我, 我在黑板上写课表, 他就会故意向黑板上泼水, 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 最为严重的一次, 是在高考前一个星期, 他让人将我压在地上, 又将小黑板放在了我的后背上, 最后, 他整个人也压在了我的身上, 驾, 驾, 他坐在恶后背上, 耀武扬威地喊着, 可当时, 我右手的食指意外地扭伤了, 肿的连笔都拿不起来, 在我连续将手在冰水里泡理三天后, 肿总算是消下去了, 高考毕业后的同学聚会, 藏南海并没有来, 听同学们说, 他老爹花钱在南方给他开了一家工厂, 他直接过去当老板去了, 但我怎么也没想到, 我会在今天遇见藏南海, 他摸了摸我的衣服领子, 开始冷嘲热讽道, 宋大班长, 大家不是都说你去北京搞什么科研了吗? 你怎么又回到咱们这个小地方了? 要我说啊, 当年你还不如跟我一起混呢, 你说你拼死拼活地学习, 拼来拼去不是还得拼爹啊,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呢? 不如来我们广盛上班啊, 我反逢道, 你不也是兜兜转转回到老家了吗? 藏南海极为夸张地指了指天花板, 大班长, 我跟你不一样啊, 这公司我爸给我买的, 是我妈想我, 我爸求着让我回来的, 我是总裁啊, 但是我怕自己跟员工有距离, 我就自称自己是经理啊。 他不屑地点了点我的胸口, 笑道, 大班长, 你不会真以为我是一个小小的经理吧? 我冷声开口, 无论是经理还是总裁, 都是你啃老地来的, 这种东西我不稀罕, 说吧,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晚上, 高业果然没有回家吃饭。 直到晚上十点钟, 高业才满身酒气地回到家, 他身上披着的外套 和下午葬海青穿的一模一样, 高业的嘴唇也有些花, 口红都溢到了脸上, 似乎是刚经历了一场机吻, 还不等我开口, 高业就直接上前, 抬手给了我一个耳光, 宋明亮, 你下午是不是去找葬海青了? 谁让你去的? 谁给你的胆子? 你有什么资格去窥探我的生活? 我握紧了拳头, 生生压住了怒火, 因为小米还在睡觉, 于是我低声怒道, 高业, 你知不知道自己是一个有孩子的人? 我不求你为了我守身如玉, 我只求你能不能给小米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去你妈的, 高业不由分说的, 又抬手给了我一个耳光, 他的神情因愤怒而变得扭曲, 他大喊道,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那我就也不打算装下去了。 宋明亮, 你就是一个废物, 你真没有。 老娘养了你三年, 今天我不想养了。 跟你在一起, 人前人后我都抬不起头, 天天女儿长女儿短, 一分钱都赚不到。 你睁大你的狗眼, 好好出去看看, 谁家男人挣不来钱, 天天等着老婆来养。 外面随便一个男人都比你强, 你凭什么拿自己跟藏男还比? 人家是大老板, 你算什么东西? 家庭主妇。 高业的画像真一样, 一句一句地扎在了我的心上, 他接着道, 离婚, 明天咱们就赶紧去离婚。 这种日子, 我一点都不想过了。 而这句话, 也彻底击碎了我们残破不堪的婚姻。 原来这些年, 我多这个家的付出, 在高业眼里, 是如此的不堪入目, 我靠着门框, 长叙了一口气, 我似乎是在庆幸自己的解脱, 又似乎是在不甘的叹息。 次日, 我和高业准时来到了民政局, 由于岳母临时有时, 回老家了, 我只能带着小米一起来办理离婚。 姓名 高业 宋明亮 子女问题和财产问题, 高业有些不耐烦地抢答道, 离婚协议书里都已经写好了。 随着印章的落下, 高业极为潇洒了走了出去, 我看着他大不留心地领着小米, 丝毫没有顾及孩子的感受, 于是我忍不住开口道, 高业, 孩子跟不上了。 他顿了顿, 才起身将小米抱着了怀里, 我看着小米逐渐远去的身影, 心中就像丢了东西一般, 空落落的。 等我走出民政局大门口的时候, 突然听见身后的高业 娇滴滴地叫了一声老公。 我下意识回头, 却见高业根本没有看我, 而藏南海正立在他的对面, 神情得意, 小米依依不舍地望着我, 那疑惑的表情似乎是在问, 为什么爸爸不抱着我了? 我的心都要碎了。 说着, 高业又强硬地将小米扯到了藏南海面前, 由于下手较重, 小米吃痛, 瞬间哇哇大哭起来, 高业却丝毫没有心疼, 反而直接将小米按在原地, 厉声道, 小米叫爸爸, 以后这就是你的亲爸爸, 藏南海, 咱们母你以后, 就能远离你那个窝囊废爹了, 我不要, 我不要, 小米拼命拒绝着。 一双大眼睛可怜巴巴地望着一旁的我, 哭喊道, 爸爸, 救我, 我不想要新爸爸, 藏南海则是一脸戏虐的表情, 似乎是在欣赏一出精彩绝伦的好戏, 看到这里, 我再也控制, 不住自己了, 冲上前去, 将女儿护在了身后, 高业, 我眼底腥红, 连声音都是颤抖的, 你不要欺人太甚了, 家里的东西,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我只要小米, 我不允许你这么对小米。 面前的高业却冷冷一笑, 他不屑地抬眼打亮了我一番, 冷冷地开口道, 宋明亮, 你别闹了, 你知不知道小米一年的奶粉都要几万块? 就凭你还想要孩子的抚养权, 你难道想让小米跟你去要饭吗? 还是你们两个一起在大街上喝洗北风? 我冷声道, 有些话我不能说出来, 但只要孩子跟着我一天, 我就绝不会让他受了委屈。 此时身为看客的藏男海, 突然开口道, 小燕, 把孩子给我当年的大班长吧。 他有些厌恶地瞥了一眼小米, 吓得小米直直地向我身后躲, 见高业有些犹豫, 藏男海的语气充斥着威胁, 我家也不是那种小门小户, 高业, 你确定要带着孩子去见我吗? 听到这里, 高业沉默了, 藏男海顺势揽住了高业的肩膀, 宠溺地笑道, 这就对了, 我们以后还会有孩子的。 我捂住了小米的耳朵, 不希望让孩子在童年时期就听到这种话, 藏男海又拍了拍我的肩膀, 浮在我耳边冷声道, 宋明亮, 我叫你一声, 班长是给你面子, 我睡你老婆, 更是给你面子, 我给你面子, 你得接着。 我毫不客气地打开了她的手, 转身预抱着小米离开, 可临走时, 我却又听见她冷哼道, 草, 窝囊废和脱油瓶。 我抿了抿下唇, 将小米从怀里放了下来, 你他娘的再给我骂一句, 我告诉你, 你怎么骂我都行, 就是别骂我的女儿。 而后, 我冲上前去, 揪住了她的领子, 巨大的力气下, 我只觉得几乎要将自己的手指捏断了, 我可以承受任何实施在自己身上的屈辱, 可就是容不得旁人骂自己的女儿一句, 藏男海被我突如其来的一嗓子吓了一跳, 手里的手机也惊掉到地上, 或许他实在是想不到, 我这样的耸淡也会反抗, 三秒钟后, 藏男海立刻恢复了理智, 毕竟他可不想被人看出来, 自己会被我这样的人吓到, 我警告你, 如果再侮辱我的女儿, 我跟你没完, 我一字一顿地说道, 如果这不是在民政局门口, 我真恨不得冲上去, 掐住藏男海的脖子, 就算是死, 我也要按着他的脖子, 让他给小米道歉, 爸爸, 我怕, 不知何时, 一旁的小米, 突然软软糯糯地抱住了我的大腿, 我的心都要化了, 是啊, 大人们之间的恩怨, 小孩子又怎么会明白呢? 想到这, 我快速抱起了小米, 希望赶紧带着孩子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此时的我正带着小米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 当前最要紧的是先用手里最后的积蓄。 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 爸爸, 我想吃冰淇淋, 怀里的小米突然指了指不远处的冰淇淋车, 卡通车子的周围围满了小朋友, 看到小米渴望的眼神, 我又一次心软了, 好, 小宝在这乖乖等爸爸, 爸爸现在就去给小宝买。 小宝眨了眨自己的大眼睛, 嘻嘻, 我要草莓喂的。 就在我过马路的时候, 一群人突然黑压压地围了过来, 老大, 海哥说的就是他, 讲什么玩意, 兄弟们给我罩着屁股打, 咱们好好伺候伺候他。 就是敢得罪海哥, 你去死吧。 拳头大的钢管, 一下下砸在了我的后背上, 看到我嘴角呕出的鲜血后, 他们慌了, 匆忙逃离了现场, 我艰难地从地上爬起, 心中无比庆幸, 刚才没有带小米一起过来, 我回头看了看小米, 他正背对我蹲在地上, 似乎是在玩着蚂蚁, 我欣慰地笑了笑, 随后起身给小米买了一支冰淇淋, 随后, 我坐在长椅上, 身上的痛楚仍在隐隐扩大, 通过刚才那伙人的谈话, 他们八成是藏南海派来的人, 藏南海是一个牙字必报的人。 刚才我在和他争吵的时候, 害他丢了面子, 所以他才会反手报复我, 只是, 以后小米的安全就更加难保障了, 突然, 裤兜里传来了手机的震动声, 我艰难地抬起受伤的胳膊, 接通了电话, 电话那头, 传来了一个无比熟悉的声音, 宋老师, 我们的科研产品通过测试了, 三天后, 我们就可以面向全世界说出我们的秘密了。 我拼命地张口回应, 却发现自己已经激动得难以开口, 三年, 我们足足等了三年, 现在, 我们这项伟大的产品终于能够向世人说出了。 大学毕业后, 我们一行人被选中, 从此过上了隐姓埋名的生活, 后来, 产品研发后, 仍需要一个漫长的测试时期, 于是, 众人又回到了普通人的生活中, 但在产品测试通过前, 我们绝不能违背保密条约, 更不能向他人说出我们科研的事情。 所以, 我选择了回到老家, 靠上了公务员, 过起了普通的生活。 又在一次偶然的相亲下, 我结识了高业,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而后, 就是现在这种可悲的结局, 挂断电话后, 我泪流满脸地抱起了小米, 爸爸现在终于有能力, 给你更好的生活了。 三天后, 我衣着正装, 现身了产品发布会上, 此时家中的藏男海, 也看到了实时转播的发布会现场, 他愣了三秒, 才缓缓确认出是我, 屋内穿着精致睡袍的高业, 正悠哉悠哉地敷着面膜, 他刷到了一个好看的包, 便娇滴滴地大喊道, 老公, 给我三万块钱, 我想买个包吗? 藏男海怒了, 要要要, 天天就知道要钱。 没有。 滚。 高业满脸懵地跑到客厅, 当他看到电视机里的我时, 顿时就明白了一向宠爱他的藏男海, 为何会突然发怒了, 高业讨好般地关掉了电视, 并坐在了藏男海的大腿上, 撒娇道, 好了, 亲爱的, 别看那个废物了, 他哪有一根手指比得上你呢? 藏男海却厌恶地将高业推了下去, 你还有脸说别人? 这么多天了, 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 除了花钱就知道花钱, 谁能养得起你, 后来我并不知道高业嫁给藏男海后的悲惨遭遇, 偶有让他来看小米的时候, 会看到他腿上和手臂残留的鱼青, 高业也曾经旁敲侧击地问过我, 有没有另找女朋友, 我如实地回答道, 没有, 我想尽可能给小米一个完整的童年。 他也曾醉着酒, 拉下脸来, 求我喝好好多次, 告诉我藏男海对他并不好, 甚至还要扒开自己的衣服, 给我查看他的伤口, 但我拒绝了, 但我拒绝了, 我已经从那段失败的婚姻中走出来了, 且我永远都不想再回头。